大家好 今天我们分享一款超简单的迷你紫菜包饭 准备的食材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准备一个胡萝卜 一个腌萝卜 然后还有紫菜 当然还要把米饭煮上 我们先将这个胡萝卜去皮 然后将它两头去掉 将它切成和紫菜一样的宽度 我用的紫菜很小 所以说这个萝卜也很小 将它切片 然后再切条 切好以后放到一边备用 我们来煎胡萝卜 放一点油 然后下入胡萝卜 放入一点点盐 将胡萝卜炒入味 对 炒断生就可以了 不用炒得很软 然后我们将腌萝卜也切出来 大概切成这个样子 将它切细一点 好 将它放到小碗中 然后取适量的米饭 然后取适量的米饭 加入适量的盐 芝麻 一点香油 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 尝一下有没有盐 感觉刚好 我们现在开始来包 用小的或者说是 稍微大一点的来包都可以 太小的话包起来 可能会比较难一点 好 用手将它铺平就可以了 然后放入适量的这个胡萝卜 我切的胡萝卜有大有小 然后再放入一个腌萝卜 没有腌萝卜的话 可以用火腿肠 或者说是肉松来代替 今天我做的比较素 将它卷起来就可以了 这个米饭也不要铺太多 看起来也不好看 好 这样卷起来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嘛 这样卷起来 好 用小的卷起来以后 就是这样子的 简单的紫菜包饭 就做好了 做好以后 我们可以给它刷上一点香油 这样会更香 不喜欢刷的就不刷了 刷上一层亮晶晶的 颜色也更好看 尝一下好不好吃 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做 我昨天看人家的视频 这样做的 我觉得做法特别简单 然后就做来分享给大家 想要味道更重一点 给它蘸一点酱汁 这是放的酱油 在酱油里面 给大家放一点芥末 这样吃的话应该会更好吃 搅拌一下 再来尝一个 尝这个 嗯 好吃 今天小方在这里和大家解释说明一下 我不解释说明可能大家也都清楚 我做的这个视频并不是说是很专业的 我也是就是参考别人怎么做 然后我就自己学会了以后分享给大家 我肯定不是专业的老师 做法也是非常家常 非常的水平很一般的 有网友他就质疑我 他说我做的东西好像都是照照着人家做的 不能说完全照着人家做 但是大部分是参考人家怎么做 自己就怎么做的 这个要给大家解释说明清楚 感谢大家对小方的支持 是确实我一直都做像这样子的一个 非专业的一个频道 有这么多人的关注和支持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欣慰 我也在努力的让他做的更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的话 记得订阅分享小方的频道